爸 放心吧啊 你一帅 想一帅 一会儿就玩这儿了啊 再说了 我这里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 同学咱们准备好了 放心吧 爸 你一定要挺住我 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我也不活了 你拉倒吧 你老丈母娘走的时候你就这么说的 没事 我一会儿要是真出不来了 姓沈的 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爸 我不是那意思 我行自我好好量嗓子 不是显得咱们爷俩关系好吗 你算了 来 这人推定吧 手动马上开始 哎 老公 你不是赶紧 人家谁内部能要 你不该怎么知道他不要 大夫 要吗 你觉得我能要吗 我觉得你不能要 那不完了吗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 但是医院有规定 不让收工包 就拿着呗 原则问题 你别磨叽了啊 就说人家不会要吧 媳妇 你干啥呢 你做法呢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你下来吧 不用挡了 谁到了跟你下来吧 你再请那出 巴掌还没着落呢 你再让别的磕给收走了 哎 刘大夫啊 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 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是 不是一家人 但你爸是我的病人 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 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说得好 刘大夫 你没辜负 说谁没辜负呢 刘大夫啊 你看啊 我们不是不懂事的人 这个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 您就牵我们一下呗 来 打住啊 就算是有收红包的 那也是极个别现象 代表不了整个医疗体系啊 您说的对 但我只知道 红包在 我爸就在 那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不客气了啊 你看你 我说你不听 你大夫说你也不听啊 现在让人说多少遍 你才能挂修 塞 你过来来 我保证不拍一下 别痴情吗 讲了 不可能过去 过来 哎哎哎 你怎么样 对啊 我跟你说啊 四百万本 与此都留点颜面啊 好 那我问你 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我也给我毛病吗 拿个红包问人家 要吗 那我怎么的 我不在跟人商量吗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 你商量了吗 你就是不想给 我不想给 那是我不想给吗 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你那么没法 人家能要吗 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 我没诚意了 我没诚意了 是吧 刘大夫 请您收下 我收下 我给他就那么有诚意吗 是因为我话还没说完 就给夺走了 傻了吧 被现实抽了一记 响亮的大嘴巴子吧 媳妇 来来来 坐啊 咱屁如说啊 屁如 一个患者呢 给一身红包了 但是红包里 放的要不是钱呢 啥呀 卡呀 屁如放的也不是卡呢 跟钱没关系 那还能有啥呀 屁如放的是纸 纸 没叠成千只鹤呀 那有人一直玩呢吗 那还在这儿好猫啊 直接把病人塞炉子里 不就完了吗 再说了 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 我有那样家属 我直接我就拍死他 你出雷一下呗 我跟你商量个事 不是 你疯了 你喊什么 你把他叫出来 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照现在看 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爸 你不能进炉子呀 爸 不是 等会 不过来 什么意思啊 媳妇 屁如 我就是那个屁如呢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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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夫 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 你先出来一下呗 是啊 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媳妇 我爸做不是屁如的错 我爸是无辜的 爸 你再坚持一会儿 我现在就让神腾走你前面去 媳妇 冷静一下 媳妇 媳妇 你冷静一下 我怎么冷静 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也许现在的情况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早 我跟你说啊 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 咱们现在怎么一折腾 那么反倒 打造青蛇了吗 那万一 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不会的 里面那么多人 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 谁能到人家就行 妈 就是鼠 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 自己找个干啥 偷摸鼠去 那说说什么 那把手术都做完了 完了 照你那么说 人家都送假红包了 那不对 举个例子 你今天犯病了 你今天犯病了 找人家一个专家 给你看病 给人送个假红包 那明天你再犯呢 怎么找人家 不把自己后路堵死了吗 但咱爸不一样 蓝尾就像激素子似的 就一个 你想再切都没了 行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 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 多险呢 沈童我问你 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 你自己说说 你说吧 好 你藏家里的烟 我爸怕抽烟 对你身体不好 哪次不是 他挖地三尺找出来 他自己给抽了 对你不好 家里的生菜生饭 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 哪次不是 他让你给打扫了 他对你不好吗 你每天晚上加班 后面也回来 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 哪次不是 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 他对你 还行吧 你是不是 现在自己都觉得 你爸能活到现在 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我爸对你 是比对亲生的 苛刻了一点 但是一点 也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 即使这样 我仍然觉得你爸 能做我的老丈人 我还是很满意的 他毕竟给我 生了一个好媳妇 完了 我爸已经遇害了 爸 别担心 一会儿就飞出来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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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健在 我就是那医生不是那人吧 行 我算他有点良心 不过老公你放心啊 就你抱那晚上 是个人看完了 不可能不报复 说他 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你说啥呢 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行了 别装了 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 把你缝好的伤口 再给我拆开 把你假装不小心 拉里的班子 剪子 刀子 剪子 都给我拿出来 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坏啊 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 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 是不想让你们担心 不想让你们在这 超出八火的影响手术 我喝酒做完以后 再还给你们 是吗 那你还给我们之前 为什么要打开呢 不是我打开的 那谁打的呢 是我打开的 爸 爸 爸呀 您是吧 红包是我打开的 我看这红包啊 有点厚 我这个心 有点小疼 我就合计 他妈帮你抽回了两个 我打开一看呢 我这个心 更疼了 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 你 你这是嫁了个皮修啊 你说你咋这么疼呢 是纸巾不出啊 走了 不是 把我往红包里塞起 那不是口 那是原则问题啊 这下明白了吧 放心吧 我给你爸做的 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刘医生 我 是我太狭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您刘医生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也弥补不了 给您带来的伤害 弥补啥呀弥补 没事宝贝 能腻补 啊 呃 大夫 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干啥呀 非得让我把这条纸收下呀 这不是口味的钱 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 剪成的跟一百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那这就不普通了 你看 我 我就说绝成切纸做吧 那你儿没 你说 我包的这个红包 本来就打算 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 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 那您就看看呗 刘大夫 祝您天天开心 好人又好抱 刘大夫 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 常用百岁 刘大夫 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 祝您满航 刘大夫 祝您姥姥家邻居 能够和姥姥 同步相组 能玩到一块块去 我还咋子没精神呢 媳妇 三百六十五呢 祝福呢 哪那么好臭